一家公司裏面所有的员工都是人 很多人都说人是最重要的资产 但究竟你如何演绎人是最重要的资产 如何演绎员工和人为本 我认为二十多年很重要的是人本的管理手法 什么叫人本的管理手法 很多时候我们做HR做了一段时间 慢慢会当人或人事件像案件 但对我来说每个人本身都是独特的个体 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的性情 有自己的复杂不同的故事 所以对我来说要了解人了解同事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今天我想很多人都会说 讲人话 我们人与人之间沟通 如果我们用一个HR高高在上的角度去和你聊天 或者固然聊天 你会发觉慢慢不是很努力的了 不如我直接告诉你 我在想什么 我又鼓励你相信我 在想的东西 是真正的 我想这样的沟通才能做到人本的管治 我选择就是和员工 好像一个平衡 我不追求管理是一种从上而下的压力 所以如果用管理的事 可能有很多人管理就是怎么做员工 就是叫下属 可以左可以右可以中间随自己的心意 对我来说这个不是管理 对我来说管理是进入员工的世界 他能明白员工究竟他开心做什么 他的强项是什么 究竟我作为上司 我怎样能够发挥到我的员工最高的状态 这个对我来说才是什么 今天我们的世界和以前不同 我在iPhone 这十年来iPhone创造的世界和以前不同 在于我们今天很多的行为 都已经是二十四小时乘七 是和手机一齐创造的 所以我们很多的行为 和我们很多的生活的片段 已经可以进入这个数码化 就是说透过手机把我们的行为数字 所以变成了 所以变成了 当我们去到说这些机械学 当我们说AI这些东西的时候 换句话来说 我们要问究竟这些东西 怎样可以进入HR的工作行为里面 香港HR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香港的公司 特别大的公司 大部分都是海外的公司 或者内地的公司的附属公司 很多HR的人都要等总行发版 总行做一些东西 香港的HR的同事就跟着去做 这样就扼杀了我们自己的很多的创意 好像我们这家公司Blue 我们自己做很多想很多 究竟我们自己 透过本地我们的能力 本地的智慧 我们究竟可以将HR推得多前 如果你等 永远你都是follower 如果你活在明天 你永远都是leader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